早安 嗨 早安 哈哈 現在為什麼會想要來分享呢 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昨天晚上洗完頭 就是很想要分享一個 平常我怎麼吹頭髮的視頻 所以很認真 很認真地去捲頭髮 我要先講先澄清 昨天晚上 是真的非常的認真 可是昨天 啊 難過了一下 就是錄完之後才發現 只是錄到一半其實發現 可是後來想說那就繼續錄到整個結束 然後錄完之後呢 才發現什麼 天啊 我原本一開始錄的時候 因為我在看影片 然後看了之後錄 忘了把影片關掉 喔 錄到一半 而且其實是三分之二快結位的時候 才發現 然後我就把影片的聲音關掉 然後結果 影片的聲音全部都收錄進去了 所以就根本就是 聽 聽得很清楚我說話的內容 但是會覺得說 那畢竟是別的電視劇的影片 所以就是不要用到別人的音緣 對 所以就覺得好難過好難過要重錄 不過沒關係 就是昨天因為有講到嘛 很認真的錄了分享 平常怎麼洗完頭 之後吹頭髮的 那個過程 所以其實 雖然平常在吹的時候 有點偷懶就是會 很想要放空 然後就是放空之後 就是不要 就在那邊坐著這樣子 放鬆心緊張 可是呢 昨天是因為真的要錄影片分享 所以就是很認真的吹 很認真的去綁 很認真的去用那個造型 所以這是我現在一早前 你可以看得到我的髮型 還是亂七八糟 一早起來的髮型 我都還沒有整理 就稍微就這樣撥一下而已 就這樣 來啦 可以看得到 其實它的那個捲啊是 因為我每天看 所以我就會發現它的捲 就是非常的規律 就是 弧度都是差不多大的 然後它的方向也是沒有亂跑 因為捲髮有時候 然後每個頭髮它的 正反 順向 逆向 然後就會變成亂七八糟 可是今天沒有 就非常的漂亮 我早上一起來看到鏡子 哇 好美唷 所以就覺得 果然是認真的女人 不是 天下沒有醜女人 只有懶女人 所以呢 我們要勤勞一點 才會有自己的漂漂亮亮 我先轉一圈 看得出來嗎 要用到後面門看比較清楚 所以現在呢 就要開始來梳頭啦 梳頭讓它發現也變完整之後 再整個分享 頭髮就差不多就是這樣子隨意的撥 因為捲髮其實很隨意就可以把它撥散 然後 撥完之後稍微繞一下 因為我不喜歡頭髮太蓬鬆啦 最主要先有個人 不然它其實有時候鬆鬆的是挺美的 現在就到愛美的時間 然後就這樣子晃一晃 嗯 嘿嘿 好啦 再轉一圈囉 哇 再轉來 有一個畫面 的 是 似乎 一次 像是 吃 有一個畫面 是 現在 好啦,那就是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 自己的头发有认真整理的时候 它真的是会很漂亮的 那这就是今天的分享 那翠万头发怎么整理头发 这个就事后不把它等我 在洗头的时候再分享 拜拜哦